歡迎來到新竹城隍廟 這是第四集 我們來到新竹的文化小吃 那我今天來介紹我的粉絲 我叫Sindy 我想問一下Sindy 就是妳怎麼會選擇這家餐集在新竹 因為就是這家店是老是好 然後我們家 我是新竹人 我們家都會吃這一家 他們家常來這邊 那還推薦我 他們家的常吃地方 那我也很期待 我們趕快吃 推薦這些食物給現場的觀眾們 就是新竹的這些哪裡特別呢 我想要介紹新竹的貢丸湯跟紅刀肉丸 因為新竹的貢丸大部分都是手工的 然後口感比較Q 然後肉感也比較紮實 然後像是紅刀肉丸的話 也是新竹比較有名的 因為像在台中彰化的話 他們的肉就是他們的肉丸是紅色的 然後這個是紅刀肉丸 然後比較特別 好的 那我們現在趕快吃吃看新竹的貢丸 它非常紮實 再來呢我們就來吃吃看新竹的 這叫什麼 紅刀肉丸 紅刀肉丸 嗯 很好吃 謝謝你的推薦 希望大家也來新竹的時候一定要來指甲吃 對啊 新竹更完美有名喔 那你覺得今天在這邊跟我吃 介紹料理給我吃什麼心情 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有去參加你的活動 然後我就趕快在這邊 然後我覺得可以跟你一起吃東西很開心 而且可以把我家鄉 比較有特色的食物介紹給你 新竹還有很多好吃的 如果你有再來的話 你有再拌到很多 我相信有很多 嗯 就是而且其他粉絲也會很願意 就是再帶你們來買 好的 那我們謝謝Cindy Thank you 掰掰 謝謝 謝謝 謝謝